新北市淡水有位民众透过了外送平台点餐 点了鸡蛋饭卷 豆皮丝 还有海带素肉 没有想到其中海带素肉一打开 竟然是发霉的 甚至还长出了郡丝 虽然外送平台立刻让他免单不用付钱 但是仍然是气愤难平 而且呢 民众在外送平台上店家名称 根本就搜寻不到 宛如是幽灵店 原来他是连锁素食店的加盟业者 私下另外卖饭卷 新北市卫生局前往稽查 发现垃圾桶没有盖 要求现实改善 也立刻抽烟问题的海带素肉 外送买来的小菜打开半边都发霉 点餐的小姐吓傻了 评价4.9颗星的店家居然是这种品质 小菜海带素肉 海带有好几片 还有笋丝 素肉炒在一起 但明显被装盒很久 大面积发霉甚至长出长长的菌丝 盒子是透明的 这表示出货前根本没有仔细检查 点餐的时候他选的是韩式饭卷 但店家的实体店面挂的却是另外一个连锁素食店招牌 总店强调东西不是他们授权贩售 他有跟我们加盟 他们自己又用一个饭卷 西北市卫生局立刻前往店家击查 发现店内的垃圾桶没有加盖 开单限期改善 若借其人为改善完成将依违反实案法 开罚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 除此之外 卫生局也抽烟出问题的海带素肉 不符合规定的话 还可以另外开罚3万到300万 外送平台在事件爆发之后 直接下架店家 卖出发霉的小菜 谁能吃得安心 记者刘思周松林新北市报道